今天的大报纸 大家今天应该很关心一点是为什么 今天为解封 有没有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我的感觉没有很强烈 因为很多事不能做的 现在还是不能做 很多地方不能去的 现在还是不能去 可是到底为什么叫为解封 今天是13号 大家在三级警戒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将近两个月了 两个月的时间 很多地方不能去 不能群聚 不能到朋友家去拜访 不可以去体育馆或是健身房 去锻炼身体 甚至在公园里面 你跑步脱口罩都不可以 这太多太多的限制 在这两个多月中间 大家一定感到非常的不方便 但是因为同岛一命 大家齐心来防疫 我觉得大家也没有什么抱怨 可是今天7月13号 防疫中心宣布 今天开始为解封 有些地方可以去了 例如说人群不聚集的一些户外场所 像高尔夫球场 它有限制的开放 很多很多的区域 让大家最争议的一点是什么 健身房 健身房密闭的吧 是密闭空间 健身房是需要有高度的呼吸 与排氧量的地方 也是没有问题 大家也没有争议 可是为什么健身房会开放呢 是因为这段时间 大家在防疫期间 在家里面吃得太好了吗 体重增加太多了吗 对不对 人家说三级警戒的这段时间 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身上的肥肉 都变胖 所以健身房要开放吗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健身房的业者 在这段时间受的冲击 非常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严重 因为其实健身房 它的投资是蛮高的 它必须有一些重量 重量训练的器材 跑步机 飞轮机 有氧机等等 它非常多的器材 还要租了很大一片的场地 让大家来使用来运动 那如果突然间一停两个月 场地的租金还在 各项器材的贷款都还在付 那整个员工全部都休息了 但但是你一样要维持员工 到这边做一些机械 还有这些运动器材的维护 所以损失相当的大 所以这个叫苦连天 那其实话讲回来 哪个行业损失不大呢 哪个行业是在疫情之间损失不大 有哪个行业是疫情中间获利的 没有 疫情中间全国百工百业 一起共体时间都很辛苦 可是这次违解封 解得让大家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混乱 那健身房的业者 有感谢政府吗 有谢谢CDC吗 还是有谢谢防疫中心 据所有的民意来显示 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因为这个违解封 什么叫违解封 就是稍微解封 稍微让你解封 人员可以进去 但是不能脱口罩 人员可以去运动 但是运动完之后不能去灌洗 不能去洗澡 人员可以运动 但是高有氧呼吸 必须要脱口罩的运动 不准不准实施 人员可以去运动 但是间隔距离要加大 让大家最无法理解的一点 就是可以进去运动 但是器材请专属使用 器材要怎么专属使用 健身房的器材都是公用的 我用完之后 经过消毒下一个人用 可是他要专属使用 健身器材的业者都心想 我又不是卖器材的 我怎么会来一个顾客来运动 运动完这台机械今天 就是归他使用 别人不能用 这不可能 不可能专属使用 用完之后 可能要完成消毒整理 这已经很麻烦了 还要专属 所以像很多健身业者 他宁可选择不开房 你政府为解封 可是我健身房可以不解封 为什么不解封 因为解封以后 这个为解封以后 比他不解封 浪费的钱还要多 因为他一开张以后 健身房一开张 他就要有人员 柜台要有人 要有人清理器材 还要多一个人在前面 控制人流 还有量体温 然后还有人要引导 还有教练 还要不断的巡视 冷气要开 整个场馆要运作 但是进来的人 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还有很多客人 因为有多种的顾虑 而认为说疫情上面 他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放心 所以他也不来 所以大多数的客人 在运动健身房开幕的时候 第一个选择 就是赶快去拿假单请假 就立刻请假 那会员都请假了 客人都请假了 那我开这个馆要干什么 我又不能不开 我又不能不开 所以说干脆他就宣布 继续 继续配合三级 你三级没有降到二级之前 我就不开 所以很多健身房 是这样来做因应 那但是你说 这个政府的违解锋 到底到底有什么 有什么 总要有一个目的地 还有一个目的 我到底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是要降低全国 对于疫情的焦虑吗 还是要降低全国 对于疫情的担忧 或是疫情真的是如 CDC所讲的 完全在掌握之中 那如果完全在掌握之中 为什么是违解锋 而不是直接降到二级 我记得以前之前 陈时中有讲过很多 他说不要创造很多新名词 怎么准三级 怎么准封城 那现在违解锋是怎样 违解锋对上当时 其他各县市所宣布的准三级 或是准四级 或是准封城 当时CDC不是很 义正言辞的在开会的时候 就宣布 三级就是三级 二级就是二级 四级就是四级 它是非常清楚 整个防疫的程序 防疫的工作里面 有非常明显的界限 那为什么现在会出现个违解锋 昨天的CDC 打脸今天的CDC 还是今天的CDC 打脸昨天的CDC 这让人真的是无所适从 所以今天虽然是7月13号 违解锋开始的第一天 唯一感觉不一样的就是路上的车子变多了 路上的车子变多了 这两个月来路上的车子算是相当相当的顺畅 很少 因为大部分人都在家办公 那违解锋以后呢 很多企业几乎都已经取消了居家办公 都回到办公室来办公了 那这算不算 违反三级 你虽然违解锋 可是还是在三级的限定之下 那几乎所有的公司 行号 所有的员工都召回来继续上班了 那你就干脆解锋三级 就变二级 为什么来个尾呢 可以上班 但是不可以超过四人以上的居家的群聚 可以在公司里面上班 但是却不能到餐厅里面用餐 可以到公司上班 下了班之后 健身旁的人数要做管制 可以到公司上班 可以搭捷运 捷运里面的人数 你有没有九人限制 没有啊 捷运还是满满的人在做 因为公司开始上班了 大多数双北的朋友 都是采用捷运的方式通车 所以捷运人潮已经恢复了 可是你却在某些空间 你在那个地方所坚持的 三级还没有解锋 或者是微解锋 所以呢 你在这个路边脱口罩喝口水 不行 这不行的 可是却可以大家一起搭捷运 戴好口罩就可以搭捷运 可是人员之间的社交距离呢 在捷运车厢里面 可能维持1.5公尺以上的社交距离吗 我们搭过捷运 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在尖峰时间 是不容易的 所以这一套的微解锋 今天7月13号开始 我们真的不希望 因为大家的警截性降低 或是政府宣布了微解锋之后 而造成了疫情的这个微上升 我们不希望微解锋 造成了疫情的微上升 希望疫情控制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低 确诊人数是越来越少 然后这个往生的人数 昨天一个人 希望今天就是零人 我们非常希望 今天没有人 没有人因为确诊而往生 因为这个是对于整个 我们全国的确诊死亡率 是对大家的心态 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影响 因为大家觉得 以前认为 这个COVID-19 新冠肺炎得了 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就是因为死亡率很低 当时刚开始说只有1%左右 可是现在 我们国内的死亡率 早就已经突破4%了 突破4%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 新冠肺炎的恐惧跟焦虑 当然是水涨船高 跟着会上升会紧张 再加上这个疫苗 获得的目前施打的进度 不如预期 如果说现在真的是 能够到达25%以上的 施打普及率 我想再过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 可以到达50%了 如果整个疫苗 施打的普及率 超过全民的50%以上 我相信整个集体防疫 就会逐渐开始 虽然不像美国总统拜登说的 要到达70% 才可以全国免疫 大家可以看 美国现在都脱口罩了 我昨天看电视转播 美国的NBA的球赛 都脱口罩了 都没有戴口罩了 为什么美国可以 我们不行呢 因为美国经历了 残缺人寰的500多天 美国的500多天 包含了纽约 他们几个大的都市 他们的死亡率 他们的确诊数 是吓死人的 吓死人 他们经历了500天的产无人道 非常辛苦的时候 然后他们疫苗出来了 疫苗出来了 所以全民 他对于这种防疫 对于疫情 对于人体的伤害 他们是有相当惨痛的教训 所以他们开始施打疫苗 普及率到达70%左右 所以现在他们解封了 台湾没有 台湾过了幸福的500天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在这500天 疫情不严重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 跟现在差多不多 差非常多 在过去的500多天 就是在5月初 5月下旬以前的500多天 那段时间 我们可以到郊外去跑步 可以去上山爬山 可以到游泳池游泳 我们都可以坐 然后可以在餐厅里面用餐 朋友之间可以有正常的 这个社交距离 虽然有一些的影响要戴口罩 但是朋友之间是可以见面的 可是到现在 从5月下旬到现在 我们跟朋友都是靠视讯 都是靠视讯 朋友之间几乎是见不了面 因为你也不能到他家去 他也不能到你家来 你们更不能约在外面某个地方相聚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聚 所以这个整体的人 人与人之间的社交 几乎是停顿了 几乎是停顿了 因为你没有场所可以聚会 也不能到互相到家中去拜访 因为这都是被禁止的 只能靠视讯 远距离来做一些沟通 所以大家想想看 我们这两个月来 大家跟朋友之间的联系 是不是冷淡 甚至跟家人之间 不住在同一些家人之间的联系 都冷淡 这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 所以微解封 这都不在匡列范围之内 因为几乎所有的餐厅都不跟进 不开放内用 前段时间就有餐厅老板 他们就抗议 说不要 我们不要开放 餐厅老板不要开放 大家觉得奇不奇怪 可以让你开门赚钱 为什么餐厅老板有钱不赚呢 这餐厅老板是疯了吗 还是餐厅老板钱太多 不是的 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讲 台北 新北 桃园 基隆 这个北北基桃 它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像后面沿也是一样 像桃园 新竹苗栗 一直往后面沿 其实台湾是同岛一名 就是这样串联起来的 如果今天 北北基桃 中间台北市 好 我们决定配合 开放餐厅内用 这个老板 一折喜 但是另外一折忧 会让他更害怕 一折喜就是 可能北北基桃 所有不能餐厅内用的人 全部都跨县市 到他这边来吃饭 因为只有他可以开放 可以进去 在有隔板的状况之下 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然后带着口罩 吃饭怎么带口罩 吃饭一定要多口罩 隔着隔板 隔着隔板 然后用餐 这生意一定会很好 他的生意一定会很好 但是一折忧 就是附近的所有人 来这个地方 疫情是不是带着流通过来 如果其中有一个人 我每天接待的客人 有50个 有100个人 其中有1% 就那么一个人 隔天确诊了 隔天确诊了 你想想看 这家老板 这家餐厅 他对于社会的压力 与社会的责任有多重 当他的店名 一说某某店 因为有人确诊 所以遭封闭 然后这个地方 又开始要管制 要筛检 要隔离 他想到这边 头皮就发麻 他想到这边 头皮就发麻 为什么 因为政府没有办法 给他一个明确的保证 说现在北北基陶 都已经清零了 没有人了 即使是确诊的人 相关周围 可能有机会确诊的人 我们都匡列起来 做了隔离跟检疫 所以在路上 可以出来自由活动的人 百分之百 都是安全的 在政府没有办法 给他这种保证之前 有哪一个老板 该开放内用 没有 绝对没有 所以全省 从台湾头到台湾尾 最后一致的就规定 我们不开放餐厅内用 之前还有一些 顽强认为说 这样很好开放 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让这些所谓的 饮食产业能够蓬勃发展 但是一个晚上就被灌爆了 对不对 台南市长黄伟哲 不是一个晚上脸书被灌爆 灌爆 就是说近来都是负贫 就拜托 不要振兴经济 变成全国防疫的漏洞 这个漏洞 拜托 不要顾头 不顾尾 都已经封了这么多天了 我们插这几天 不要开 那一个晚上所有的脸书都是灌爆 都是负面的声量进来 所以黄伟哲马上就 隔天就开了记者会 其实他天亮就想开了 记者没有那么早来 所以他隔天上午开了记者会 告诉所有的记者 我们从善如流 我们从善如流 我们也不跟进 我们也不开放 现在全国只剩下谁 澎湖 只有澎湖 澎湖是35天清零 他没有人 35天零确诊 所以说他开放 但是因为他是 他有一个机场 可以做好人群有效的隔离 从境外进来的人 他可以非常明显的来做一个确认 所以澎湖感开放 但让我们惊讶的是 金门没有开放 金门是从台湾 这个进入三级之后 金门是没有确诊的 金门目前为止是零确诊 一个都没有 可金门决定不开放 他决定不要内用 而且所有的店家 支持县长说 我们不开放 这就表示大家对于COVID-19 对于新冠肺炎 警戒心没有因为三级的两个月的警戒而放下 大家对于警戒 对于恐惧心并没有放下 为什么恐惧心没有放下 因为你是打疫苗了吗 你打过疫苗了吗 没有 我也没打过 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打过 所以你没有打过疫苗 你怎么会安心 你怎么会不害怕 就像我们曾经有一个很可怕的病 叫做天花 叫做天花 在牛豆没有发明之前 天花简直就是人类的浩劫 就是人类浩劫 那个得了以后 那个几乎就是变成瘟神 大家看到你就要跑 后来怎么样让全世界的人类 把这个天花的恐惧压抑下来 牛豆 牛豆出现了 大家接种了牛豆 出生就接种了牛豆 让这个天花这个病情 在人类的历史上消失 这个天花的病毒 应该是少数人类 可以把它百分之百 KO消除掉的这个病毒 那这就是恐惧的问题 恐惧的产生 恐惧的产生 就是因为疫苗的不普及 那昨天非常高兴 他就是这个 这个郭台铭的永宁基金会 还有这个台积电 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就是BNT疫苗 完成了签约 也完成了赠予 这个CDC的一个签约的 相关的合同 也就是说买进来没有问题 买进来之后送给 中央疫情管制中心 也没问题 就是等于说这一段的 合约的手续程序都走完了 所以昨天我相信 大多数的人 会因为这BNT的 1000万剂进来而高兴 尤其是12岁到18岁的朋友 特别高兴 因为不管你之前 获得多少疫苗 你获得再多的莫德纳 你获得再多的AZ 就算高端联雅 全部研发成功 那这些12岁到18岁的人 他们想接种疫苗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接种 赶快挣大人 赶快长大 对不对 18岁赶快跳到19岁 长大变19岁才可以打 否则你在18岁以下 除了BNT以外 他是不能打的 他是不能打的 所以这一群 从12岁到18岁的 这个青少年 还有青年人 他们等于是 疫苗排除之外的对象 他们想要得到 集体免疫 就有个办法 就是90%的人 都是打过疫苗了 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我身边的人 都没有病毒 那这多难啊 这多难啊 12岁的跟12岁的 18岁跟18岁 他们同侪之间的交流一定会很大嘛 所以说这个才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昨天BNT疫苗进来 我相信从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 应该很高兴 可是呢 我觉得高兴的也不要太早 为什么 因为还没进来 只是签约 什么时候会进来 如果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任何的意外 如果没有任何的状况发生 最快最快最快就是说 所有的如果都是最好 都是到一级的这个 最好最好的这个状态 都没状都没有状态 没有状况 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9月底 什么时候开学啊 9月上旬就开学了耶 9月上旬就开学了 可是这个疫苗到9月底才会进来 也就是说从18岁 从12岁到18岁 这一段的学生 他们在开学的时候 是没有疫苗的 没有疫苗的 你有再多的莫德纳 你有再多的AZ 他们不能打 因为他们不能越级打怪啊 不能今天18岁 我越级说不行 我假暴我19岁 我可以去打不行嘛 身份证上清零楚楚 你就18岁 差一天就不能打 所以呢 他们要等待 那在9月份开学的时候 所有的学生 12岁到18岁 都还没有疫苗 都还没有疫苗 要怎么开学 这个教育部相关的预备方案 做好了没有 继续远距离吗 继续远距吗 继续视讯吗 那如果你不继续视讯 不继续远距的话 你有办法到达这个整个教室 那么空旷的空间吗 对不对 超过五个人 就不用在一个教室里面 那学校可得扩建了 还是要做清刚 清刚架的隔间 这很多的问题 现在教育部有没有在未雨绸缪 有没有在未雨绸缪 不要说9月底 9月上旬开学的问题了 马上在7月份 马上在7月份 全国开始要做教师真事了 上万个考生 上万个考生 怎么考 教育部有没有想过 超过万人以上的考生 在7月中旬 就大概7月18、19号 开始就要做教师真事 上万个考生 在全国 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调整 7月18号、19号 这段时间里面 你确定 疫情会如你所望吗 连CDC都不敢 在这段时间解封了 要都要到7月26号以后再说 那可是教育部 你因应教师真事 你做了什么样的具体作为 你做了什么样的具体作为 丢给各县市 没有 我们就是规定 一间教室里面 20个人以上来考试 要做隔板 这样就可以了 确定 这样安全 CDC有没有意见 所以我说 中央疫情防治中心 不要只针对 你想做的去做 教育部这个即将要发生的 全国上万人的教育真事 老师的真事 考试 一天 那是一整天 在一个空间里面 要考一天 那这些考生 中途的用餐怎么办 考生中途的用餐怎么办 外面的餐厅都不能内用 你拿了便当蹲在走廊上吃 那你到教室去吃 用隔板吃 那是不是在同一个密闭空间里面 共同用餐 全国所有的餐厅都不敢开放了 全国除了澎湖以外 对不对 我觉得这大家要做一个很大的考虑 我们下个时段再来讨论 进广告 我刚刚上一节讲到 其实政府的施政防疫也好 应该是一针插到底 要贯彻才会有效果 如果说你的政策定的很明确 但是执行上很松散 这是没有效果的 那什么叫政策定的很明确 执行上很松散呢 其实在三级警戒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会背了 两个月大家都会背了 五个人以上不能室内 超过十个人以上在外面不能群聚 然后餐厅不能内用 很多公共场合全部都要关闭 要停止 不允对外消息 除了重大的民生经济 可以运作之外 其他的一律要停业 我相信大家在这两个月之内都会背了 因为你如果不会背 你会被罚钱你知道吗 这段时间警察跟相关的集合人员 抓得非常紧 如果你不了解防疫 那没什么好劝导 就开罚 就直接开罚 这个在前天的时候 礼拜天的时候 礼拜六的时候 有一个水电工在高雄 他实在实在不知道去哪里吃饭 买了早餐马上就要上工了 人家家里水管抱水管 水管在喷水 水电工能够不出任务吗 不出任务他家就淹水了 所以他一定要去依据客户的这个规定的时间 到达这个定位要来施工 到了定位之前还早 所以他就先买了一个早餐 就蹲在棋楼上 看到四下无人 左右都没有人 赶快客一口吃一口早餐 这个电电机能够不要那么那么那么肚子饿 马上就要上工了 谁知道 这个神鬼警察通通的出现 马上拍一张照片三千块 一口早餐三千块 被骂翻了 这个事情po上网 po上这个这个这个社群网站之后 大家骂翻了 那警察还冷冷的回了一句 你有意见去跟卫生局申诉 那当然后来这个水电工的冤屈得以 这个这个有人帮他伸张正义 就是免罚 这个罚单是不尽人情的罚单 不用罚 可是这是申诉成功的 这是申诉成功的 有多少是没有申诉成功的 所以我就讲在三级警戒 大家共体时间的状况之下 千万政府既然规定了 既然规定了 然后你就要严格的贯彻 但是你有很多必须要通 这个通勤打理的地方 你要做到 像我之前记得CDC很明白的讲 有一些外送员 有一些快递人员 有一些运输人员 他是长期要在户外工作 包含了工人 这些这个工地的工人 你不让他在户外吃饭 他去哪里吃饭 也没有餐厅开放 现在外送员多可怜 现在这些在外面 这个这个做运输业的 还有这个工人 水电工人这些 他们多可怜 他们出去工作一整天 他没有地方可以吃饭 因为餐厅都没有开放内用 餐厅都没有开放内用 所以他没有地方可以吃饭 他连上厕所的地方都没有 现在所有的地方 厕所几乎都不外界 都不在外界 他连上厕所 洗手间的地方都没有 那你想想看 这政府有没有想到这一群人 你说那就不要工作 都在家里不要工作 在家里不要工作 这些紧急的状况出来谁管 你说都不要工作 在家里面等外送 对外送员就是必须的 他必须要把货物运输 食物送到 这个严守政府隔离政策的人的手上 不然这些人在家怎么办 没东西吃 没东西买 都不能乱跑 所以这些人是必须的 那你就要给他一些 相关的通融的规定 户外空旷之处 左右无人几公尺之内 你可以脱口罩迅速的把这个餐点吃掉 然后你要给这些外送员 或是这些户外工作人 要指定几个地方 让他可以上洗手间 所有公共厕所都关闭了 所有店家都关闭 不能内用 连洗手间都不能借 那请问这些在外工作的人 这些辛苦的人 他怎么办 他怎么办 他没有地方方便 没有地方方便 难道我家住在北投 我在台北市工作 要上厕所了 我还要骑摩托车骑回北投 搭捷运回到北投去上厕所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 这些事情政府必须要考量到 有一些必须民生需求 使用上的 你还是要适度的开放 不要为难这些辛苦人 我觉得这些 这种做法 吹毛秋迟的做法 甚至有一些是正义达人 搜捕猎人 每天拿照相机跟在你后面 谁的口罩一脱就拍照 我觉得这都是没有必要 这种猎物的方式都没有必要 所以政府必须要做 现在因为到了26号 才可能会降到二级 好可能 我讲可能 不是一定 可能会降到二级 政府朝这方面去努力 但是从13号今天 一直到26号这段的微解封 这段微解封 我觉得大家不要因为微解封 就真的以为解封了 不要以为微解封就真的解封了 如果真的疫情状况良好 就解封了 就直接回到二级了 为什么来一个2.5级 2.6级 2.9级 就是状况还不允许大家回到二级 那既然不允许回到二级 回想一下当时CDC的说法 二级就是二级 三级就是三级 四级就是四级 没有所谓的准四级 准三级准二级 那我们用他的思维逻辑套回来 既然没有准二级 准三级准四级 那就没有所谓的为二级 为三级 为一级 没有嘛 一样的道理 既然这个 级数是非常明显的科学界线 那就不容容 不容模糊 没有准哪来的为呢 对不对 这个陈时中指挥官讲过 没有什么准二级准三级 既然没有准哪来的为 难道是你的长官讲了 就你就可以改变吗 这是一个做防疫 依据科学根据讲 讲这个数据讲 讲规定的一个 科学的指挥官吗 不是嘛 你应该勇敢的 跟你的上级苏贞昌讲 我说过没有准 就没有为 当时很多县市都在讲啊 对不对 我记得那时候侯友宜跟 苏贞跟这个柯文哲 因为变成三级了 所以临近的县市 人人都变成准三级 陈其迈不就说了吗 我们高雄进入准三级 马上黄伟泽也跟进了 我们也进入准三级 大家都进入准三级 后两天后全国才变三级 那既然没有准这个名词 哪来的为 我觉得这个 防疫中心事报出来 跟大家讲一下 既然没有准哪来的为 你讲过啊 不容模糊 二级三级 一级四级 这个各级之间的防疫标准 是没有模糊的 一九十一二九十二 对 没有准哪来的为 所以人家才不会讲吗 昨天的眼睛 看不到今天的东西 那这个昨天的准 可以打掉今天的为吗 还是今天的为 可以盖掉昨天的准 所以我觉得 政府对于这个方面 我自然知道了 政府对于这个 人民生活的压力 深刻的体会到 所有民意代表 所有政府关于的服务店被打爆了 我跟你讲 被打爆了 就是说你再这样子搞下去 我们活不下去了 你再不解封 我们活不下去了 政府你可能搞错方向了 人民并不是叫你 马上硬着头皮 闭着眼睛就回到二级 这不是人民要的 人民要的是说 我可以配合政府的政策 实施非常严格的三级管制 我可以配合 但是政府请给我足够的纾困补助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没有 这是人民要的 人民要的是说 你不要给我那个 塞牙缝的纾困补助 我每天我的场馆 即使不营业 每天的空转运作 我都要花两万块 可是你只补我两千块 你叫我怎么办 你叫我怎么配合 一个月可以了 两个月可以 我认赔三个月不是我不认赔 我没钱赔了 我没有钱可以赔了 所以我可以配合政府的方式 让他停止运作 让他封闭 让他配合三级防疫 但是请政府给我足够的纾困与补助 而不是塞牙缝式的补助 这是人民要的 不是叫你围解封 不是叫你围怎么样 还围文创 对不对 你有围解封 那就有最后围感染 围确诊 所以不能政府你要听清楚 人民给你的生活压力 是配合防疫 希望政府来解决人民的压力 不是叫你围解封 你要调整你纾困的额度 你要调整你纾困的方向 你要让所有配合防疫的人 在家里可以安心的防疫 而不是勒紧裤腰带的防疫 勒久了腰会断掉 那不行 也不是说大家共体时间 我体了 我也肩了 现在我铁不过去了 我实在艰苦的过不过不去了 政府你的不断的在什么 纾困2.0 纾困3.0 清楚都到纾困4.0了 我管你纾困几点零 拿不到就是拿不到 如果够大家炒什么 如果大家注意 不要说赚钱 贫 不要让他赔太多 小赔一点 大家可以共体时间 你让他赔到请家荡产 他要怎么配合 所以我就讲 政府了不了解 人民对于生活压力上面的反应 他并不是要你闭着眼睛解封 或是闭着眼睛为解封 那不是他要的 他要的是在防疫的期间 给我适当足够的补助 至少让我不要贴到倒闭 等到疫情解封了 真正的解封 疫情舒缓了 我才可以很快的复苏 让百公百业 回到整个正常的生活轨道上 这是人民要的 所以政府你不要认为说 这就为解封 好 讲到最近炒翻天的事情 大家炒翻天 炒了什么翻天的事情 幼稚园 还有老人的长照 日照 这是目前在微解封状态之下 炒得最烦 炒得最严重的 为什么 老人的日照 没有开放 幼稚园的托婴照顾 还有托儿托育 没有开放 这是没有暑假的 你说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有暑假 反正现在从七月到九月 这两个月的时间 暂时没有事 不是永远没 暂时没事 学生都放暑假了 反正放暑假 你就不要乱跑 在家里面好好待到 之前说什么 留在原地 不要移动的 他还是要回家 在跨县市读大学的人 放暑假 你再不回家 叫他去哪里 继续留在学生宿舍 在学生宿舍休息 学校到放暑假 哪个学生宿舍 继续让学生住 即使在外面的月租套房 放暑假 学生也退租了 我有家不回 我在那边租什么 我也不上学 我在那个日租套房干什么 所以说 放了暑假 大学生或是跨县市 就读的学生 都回家了 都回家了 那没关系 在家里面 遵守防疫规定 戴口罩 不要乱跑 如果听话的孩子会了 不听话的孩子夜游 还是会跑出来 所以 国中 国小 高中 大学 暂时两个月之内没问题 幼子园怎么办 幼子园怎么办 幼子园 没有暑假 幼子园 托儿所 没有暑假 那这些 他的家长 他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要上班 唯解封了 上班了 要上班 小孩怎么办 小孩怎么办 他的幼儿怎么办 这个 政府又鼓励大家 多生产 不要怕生孩子 每个人去上班 左手敌的小鸣 右手拉的小滑 对不对 大捷云到公司去吗 那公司不变托儿所了 对不对 公司不变托儿所了 所以我说 这有很多的问题 怎么办 这个托婴中心 幼儿园 他不是不想开 很多人讲说 这不简单 所有的幼子园的老师 这不到几 没有多少人 对不对 没有多少人 全部打疫苗 就用柯文德的理论 疯狂施打 暴力士的施打 所有幼子园 托婴人员 全部都去打疫苗 对不对 这样可以解决 我们先进广告 休息一下 下节再跟大家说 刚才讲到幼儿园 其实为什么 我们对幼儿托育 大家非常关心 因为这会影响到工作的能力 你的小孩没地方送 你怎么上班 你是没有办法上班的 之前一个前立委 民进党立委 李俊怡就讲 他说他现在退休在家里面 因为为解封 儿女都要去上班 所以他的孙子 外孙全部送到他家来 他说真的造反了 他的家里有如儿童乐园 这些小孙子精力旺盛 不断的跳跑呼叫 然后家里面 所有站的东西都摔倒了 都被孩子推倒玩耍 你想想看三个孩子在家里 那个会不热闹吗 非常热闹 一天可以了 一天很开心 两天很温馨 三天很幸福 告诉你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一个月你就疯了 这些小可爱就变成小恶魔了 他会 你想睡觉的时候 他也来玩你 你正想要休息一下 他就开始尖叫 在里面看卡通 那真的是 这个我是领教过了 我是领教过了 所以知道了幼子园关闭 才知道幼子园这个机构 这个产业 对于社会上面的贡献 真的非常伟大 但是我话讲回来 幼子园还真的不能开 幼子园还真的不能开 这我不是帮政府说话 那个CDC你就忍耐一下 陈时中就忍耐一下 你就继续被骂 真的不能开 为什么我说幼子园不能开 因为幼子园如果开的话 有很多的孩童 这个三岁四岁 一直到这个12岁以下 因为12岁以上才能打莫德纳 12岁以下是不能有任何的注射预防针的 现在全世界没有个预防针是幼儿可以打的 所以幼儿他是不能施打预防针的 那么幼儿是来自全国各个不同的家庭 大家想想看家庭里面 你一个家庭里面到底是大人多还是小孩多 当然是大人多 可能是五个大人六个大人配一个小宝贝 不管是孙子还是外孙还是小孩 一个家庭大概就是五六个大人配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晚上回家是接触所有的家庭成员 一定是全家的宝贝 阿公会抱 阿嬷会抱 妈妈会抱 爸爸会抱 然后阿姨会抱 大家一定是家庭的宝贝 家有一个小孩 你整个家庭的活力都起来 人人都会去呵护他 会抱抱他 跟他逗弄玩耍一下 那这个孩子在家里面接触了五六个人 隔天到了幼稚园 所有人都在一起 所有小孩都在一起 那即使所有幼稚园老师都打过针了 或打过疫苗了 没有用阿 这些小孩回到家里面 跟他的家人接触 家人是没有打过针的阿 家人是没有免疫能力的阿 那这些幼稚园的孩童 到了幼稚园以后 跟这些同年龄的小朋友 你跟他讲 小孩 儿童 宝宝 注意 戴好口罩 不准群聚 勤洗手 大家这个要保持适当距离 老师眼皮看得到的时候 绝对乖乖的 绝对乖乖的 老师一回头去拿东西 只要这个教室里面 稍微五分钟没有老师在 你看这些小孩不完成一起 不在一块打滚 一起玩耍 所以小孩子之间的社交距离 你告诉我他会带口 他会勤 会勤洗手 然后会保持安全距离 不可能 那是没带过小孩 小孩一个很乖 两个可控制 我告诉你超过三个以上 那就无法五天了 小孩子你是控制不了 因为天真无邪 可爱活泼 就是这样子 他哪懂 小孩子你跟他讲说 COVID-19很可怕 现在变种成Delta 大家要注意 Delta 他只知道麦当劳 他不知道Delta 你跟他说Delta病毒 小孩子说 那麦当劳 我不要吃Delta 吃麦当劳好了 小孩怎么懂 你跟这些幼子圆小孩去讲Delta病毒有多可怕 你不跟他 你还不如告诉他 吃麦当劳汉堡 吃完之后给你个好宝宝 殉章 就这样子而已 他还听得懂 所以我说 在全国 你的疫苗普及率 施打率 没有覆盖到安全值 那安全值是多少 因为国家的不同不一样 最高等级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说 疫苗的施打率要到达70% 才会到达集体免疫 这是美国 日本到现在为止 他的施打率也不高 所以日本才会解封又回来 回来又解封 到现在你看从奥运 本来可以开放万人入场来看奥运比赛 到现在是不开放 完全不开放 所以今年 昨天奥运代表团 我们中华奥运代表团 非常的喜悦的 到达东京去参赛 也授齐了 但是他们问了很多运动员 他都讲说有点遗憾 就是我上场比赛的时候旁边没有观众 大家可能说没有观众很好 这样不是更单纯 对是更单纯 如果你发现一件事 就是你好不容易练了20年30年 准备在国际体坛上一盏长财 旁边除了裁判之外没有观众 你是会有点失落感 所以为什么日本就是这样 解封又进入紧急 紧急又解封 就这样来回这样动 就是他的疫苗覆盖率不够 疫苗覆盖盖率不够 你就不能安心的完全解封 所以美国才会定一个高标准 70% 美国说他在7月4号之前 要达成70%的疫苗接种率 后来他到7月4号 国庆日他已经到达69.3% 所以他就开放了 然后现在还持续在加强 美国疫苗多 莫德纳他家做的 所以他可以这样做 我们中华民国怎么办 我们国内怎么办 我们获得的疫苗实在有限 所以你要让幼子园 托儿园解封 必须要做到一件事 就是疫苗的普及率 它的施打率 至少要到达CDC公布的标准 好像说是四成还是五成 百分之四十还是百分之五十 你要到达百分之五十好了 全台两千三百万人扣掉小孩 大概两千万除以二 一千万人要完成接种 你至少一千万人要完成接种 你还可以到达所谓的 稍微可以解封到二级 你才可以到二级 如果你没有办法接种率超过百分之五十 幼子园 托儿园 电影院 健身房 真的我说句实话 你还真的只能违解封 你只能违解封 或者是继续维持三级 你是没有办法突破那个盲点 就是因为他的疫苗的普及率不够 所以我说当下之下 这个所有的重点 除了要让民生经济逐步的恢复 不要一决不正伪 这个那但是解决事情的根本问题 还是在于疫苗的施打率 还有也有很多立法委员都已经开始觉醒提出建议 就是说不要再用什么1235类去规定了 普遍让民众去打 普遍让民众去打 要赶快把疫苗的施打率要普及化 要让他整个覆盖率要越高越好 现在还在分类 现在是想要打的人不得其门而入 轮到他打的人他不敢打 现在疫苗状况在降 你看上个礼拜 莫德纳疫苗 大家非常踊跃 我很多身边的这些长辈 或者是有一些必要社会秩序维护的工作者 他也都去施打了莫德纳疫苗 可是下个礼拜开始 下个礼拜开始打的是AZ 打的是AZ 政府有没有办法 让所有的民众对AZ的信任度 都跟莫德纳一样 虽然莫德纳打了可能会变成万死亡 不过至少没有什么严重的副作用 可不可以让所有的民众 对于AZ的施打的信心 跟莫德纳一样 如果可以 我觉得未来的疫苗政策 你才好推 如果政府没有办法 让下个礼拜连续三周 AZ的施打率 都能够跟莫德纳这么高 大家的意愿这么高 大家的信任度这么高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所有执政党的政治人物 你必须要下去带头打 你必须要下去带头打 你要带着大家讲 没有问题 不要害怕我打 你才可以让这100多万剂的AZ疫苗 能够有效的 然后大家有意愿的 能够完成接种 提高它的覆盖率 否则大家都在等 等第四轮 我现在身边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讲 我们还是等好了 我们等到第四轮的莫德纳来再打 也就是说 大家对于即将要开始施打的AZ 大家是却步的 大家是观望的 这个不是我信口开合 大家可以看 唐凤所设计的那一套疫苗的 不管是调查方式 还是意愿预约 反正都一样 已经有270几万 70几万人上网去预约了 但是270几万里面 有60%以上的人要的是莫德纳 有60%以上的人要的是莫德纳 然后只有11%是要打AZ 另外的是说莫德纳跟AZ都可以 所以也就是说从这份调查里面 大家明显的知道 大家对于莫德纳的这个信任程度 是高过AZ 至少5倍以上 至少有5倍以上 也就是说政府对于AZ的宣传 还有AZ的这个疫苗的安全性 你的宣传不够 你的带头作用不够 你没有办法建立起民众 对于AZ这个疫苗的信心指数 那其实问题正面在哪里 死亡率 在于死亡率 注射了AZ之后 我们的死亡的人数太高 人民太担心 所以这就要回到当时我们的建议 有限的疫苗 你是要用来降低确诊数 还是要用来降低死亡率 因为如果你用来降低死亡率的话 你一定是打在高龄长者的身上 那高龄长者的风险相对的高 所以当时在问题的源头 你就没有考虑清楚 所以造成了当时的AZ疫苗 注射完毕之后很多的长者往生 大家对AZ疫苗就有了疑问 所以你要如何扳回这个疫苗的劣势 让人民重新对AZ疫苗建立信心 我觉得这是CDC未来这三周 对于AZ疫苗要普遍的施打的时候 你要正式的话题 要正式的课题 如何带头 让人家相信 让人家不再对这个疫苗产生却步 所以我觉得这个CDC也好 蔡英文政府也好 苏正昌也好 你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好那我们这个节目 先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下个小时继续收听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